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赐予我们祝福的父 我们相信在今夜 我们献昼夜礼拜的时候 我父为我们实现这庞大的允许 在今夜求我父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到允许 使我们呼喊阿门将一切的荣耀献给我父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会让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相信我父一定为我们解决 我们确信我父使我们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人 我们确信我父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加的好 使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我们相信我父使用我们 使我们做符合上帝旨意的义的器具 求我父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身上的疾病 求我父医治我们 我们面临经济上的难题 求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们眼前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 求我父给我们答案 使我们得到解决 使我们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人 使我们见证上帝是活着的 奉耶稣的名感谢 现在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羊 大家和我在今天或许面临非常急迫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今天这事情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可能就面临绝境了 或者比如说 事业倒闭了 或者说我的家产就要被拍卖了 面临非常紧急急迫的问题 或者是疾病的问题 遇到非常狼狈的问题 而在这今夜 全能者上帝 给我们解决的钥匙 上帝是多么的好啊 而在这时候 我们要使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而我现在连阿们都喊不出来 这时候赶紧领悟 哎呀 我连基本的最基础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嘛 赶紧领悟 做悔改祷告吧 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就会有奇迹 像谎言一样 就有奇迹发生 大家都很了解的一个事件 延平岛的黄花鱼 去济州岛去捕捞了 延平岛本来是 产黄花鱼的地方 但是去济州岛捕捞了 当时这个信徒 这家儿子事业面临倒闭了 结果他的老父母 也一起参与到 祷告的这种行列当中 本来他们家父母是信奉其他宗教的 拜祭拜其他鬼神的 结果当场 当夜就立刻赶到教会来 一起跟他儿子 参加昼夜礼拜 彻夜的祷告 彻夜祷告 连续做昼夜礼拜 大概有一个月零十天 结果有奇迹发生了 现在也要去济州岛捕捞了 这黄花鱼 只要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而好多父母 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女 遇到问题了 但是父母还很亡梗 被你不做悔改 这时候真的是很误会的呀 儿女们面临绝境了 而好多做父母的 还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反而把误会的罪 留给儿女们 这真的是个很心疼的问题呀 这六十六卷中 一切的应许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实现的 以夫所说二章十二节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 使我们能拥有这六十六卷 圣经话语里一切的应许 而如何进入到这基督里呢 正是通过四阶段悔改 这上帝的奥义呀 大家和我今天面临所急迫的问题 大家遇到很着急 很紧急急迫的问题 今天可能就是我生死的问题了 大家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 不是做昼夜祷告 彻夜祷告的话 这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 这有太多的见证 或者是切身体会 可以讲给大家听 而我们往往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不知道该如何做 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呢 甚至假的教徒 根本就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最终根本的问题 是为了 上帝给我们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 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是为了我们 而每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所以很难过呀 但是在今夜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今天每个信徒 都带着什么样的问题 来到了主面前呢 大家遇到急迫 紧急的问题的时候 赶紧昼夜祷告吧 彻夜祷告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创世纪33章 做通宵祷告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 彻夜祷告 通宵祷告呢 或许我今天就要死了 不仅我要死 我的家庭都要死 我的员工都要死 我的事业就要倒闭了 本来我要死 我的儿女也要死 我的财产都要落空 这时候你想挽回吗 或者拯救吗 那么就做昼夜礼拜 就来参加昼夜礼拜 通宵祷告 彻夜祷告吧 没有比这更好的应许了 那么我们来参加昼夜礼拜 通宵祷告的时候 没有比这个通宵祷告 更加喜乐的事情了 我们都没有知觉呀 从祖上给我们流传的 一切的罪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面临在我们眼前了 诗篇五诗篇二十一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有些罪提前爆发在眼前 有些罪会往后爆发在我们眼前 或者通过我们的儿女 体现在我们孩子身上 好多家庭 为什么儿女们离家出走呢 我们的祖先到底 中下了什么样的恶罪呢 加拉太书路上七行 我们中什么就如实得什么 都是我们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们祖先犯了什么罪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而按照我们所行的罪的代价 一定会面临灾难咒诅的 通过上帝的奥秘能消除这些的灾难咒诅 我们今天呼喊阿门 通过上帝的奥秘 做四些段悔改 消除我们眼前的灾难咒诅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儿女 为我们的儿女也消除灾难咒诅 我们今天都要得到这样的应许 这时候我们才能在这世上平安度日 创世纪三十三章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 父父在地 才就敬他哥哥 阿门 今天我们读的这句经文是新约还是旧约 是旧约 但是这旧约 是和我们现在存活的人所立的约 圣明记五章三节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这应许是和我们立下的约 我们今天要拥有这约定 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都要得到这应许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要拥有这应许 这约就是和我们所立的约 而不通过上帝的奥秘的话 这约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找下哥林的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奥秘 基督做四九段悔改 才能认识六十六节圣经的话语 否则 不通过基督的奥秘讲道 不通过这四九段悔改 讲圣经话语的时候 就都变成假的 讲道了 贝勒西书二章八节 基督是因我的罪死去了 罗马书五章八节 正是因为我不虔诚 我犯罪了 使基督死去了 罗马书五章六节 正是因为我的罪 我不虔诚 基督为了让我受洗 拯救我 为我们死去了 加勒太书三章十七节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正是因为我的罪和我不虔诚 基督死去了 而同时要为我们改变命运 所以旧约的讲道 千万不能缺少基督的奥秘 缺少了基督奥秘的话 就都成了假的讲道了 哥伦西书二章八节 哥伦多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阿们 我们大家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顺从 那么在今夜我们所面临的紧急急迫的问题 或许今夜我可能就面临死亡了 我的事业即将倒闭了 要失败了 我的儿女的事业即将倒闭或者要失败了 而今夜全获得解决吧 今夜上帝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应许都是和我们所立下的约 只要我们通过基督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应许 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们呼喊阿们 好多信徒们带着问题 结果得不到解决 事业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我们带着疾病来到主面前 自己却得不到医治 那么我们的 我们到底错在哪儿 我们今天领悟吧 因为这一切的应许都是为了我们呀 我们今天领悟自己错在哪儿了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赶紧来通宵祷告吧 延平岛是产黄花鱼的地方 怎么可能去激州岛捕捞了这个黄花鱼呢 我记得大概是花了一个月零十天的时间 连续做昼夜礼拜 连续通宵祷告来的 而他们家 他们所有的家人都来参加通宵祷告 昼夜礼拜了 父母再加上这位信徒的妻子 整个一家人一家族都来参加昼夜礼拜 每一天每一天参加昼夜礼拜做通宵祷告 花了一个月零十天的时间 结果上帝给我声音告诉他们怎么做 让他们顺从 他们就得到了这种奇迹般的祝福 我们回到创世纪33章 这应许是和我们立下的约 正是和我们现在存活的人所立下的约 实习33章3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父父在地 才救进他哥哥阿们 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无法避免灾难 我们无法做到这种谦虚谦卑导致自己死亡 导致自己灭亡 那在座的各位我们赶紧警醒过来领悟吧 我们的事业面临困境了 或者说在工作单位即将炒鱿鱼了 被炒鱿鱼 或者我的事业即将倒闭了 或者我们好不容易租的房子 结果要被赶出来 房租也拿不到一分钱 好多这样的处境 偶尔我没看报纸 我也能听到这样的传闻 听到很多很多问题 或许在座的各位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而上帝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今夜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解决呢 创世纪32章 雅各行轨迹来的 结果走向败坏 创世纪32章 雅各要依靠自己成功 甚至买来长子的名分 为了成功什么都敢做 水火不分 为了得到成功 为了得到名义 眼里都没有哥哥了 连长子的名分都敢买来 为了自己 在别人看来 他好像挺成功挺聪明的 结果遇到很可怕的灾难咒诅 导致自己死亡 导致自己的家人全要死亡 儿女都一起遭殃 财产一夜间落空 落空了 而且员工都要倒闭 我们国家的好多企业 为什么走向败坏呢 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 最终都要走向灭亡和败坏 越是很强大很强壮的企业 不做悔改的时候呢 还会走向落魄的 走向倒闭 我们成功了也要做见证 我们失败倒闭了 我们也要做见证 埃及的军队 在红海中全被歼灭了 这也是见证上帝是活着的 立位记五章一节 无论什么样的见证 我们都要传下去 我们今天面临困境 这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太自我了 提摩在前书六章九章 好多人说 我要成功 我来成功 通过我的能力要成功 结果百分之百走向败坏 这样的人很多呀 将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凡是自我 依靠自己的时候 都是要走向失败 败坏的 雅各就是因为太自我 依靠自己的轨迹 结果走向败坏 这就是创世纪三十二章啊 雅各轨迹特别的多 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哥哥 一早带着四百名的部下 来找到雅各的时候呢 雅各派遣他的妻子和臣妾 还有儿子们 跑到前边 自己躲在后边 都没有过河呀 传到书七章二十九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有很多人都是 带着轨迹 我买一栋楼 然后全租出去 然后拿着这笔钱 再去买别的楼 然后装模作样 好像自己很有钱 好像自己是个富豪一样 结果最后粉碎的 特别的难堪 好多人也是带着轨迹 建造教会 甚至把自己的财产 都拿出来做担保 结果都是帮助了恶人 结果这个财产 拿都拿不出来 以赛亚说三十一章二节 上帝是公义的 雅各正是面临这样的绝望和处境 结果他找到活路了 正是在创世纪三十三章三节 到昨天晚上 雅各还很有诡计呢 传道书九章 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 一点都不正直 整天要 整天 寻思 该怎么有诡计 正是因这样的诡计 导致自己死亡 导致儿女们灭亡 不仅害死儿女 和你身边有关联的人 都要一起遭殃 我们真实地 做四季段悔改 过虔诚的信仰生活的时候 我内心服侍基督的时候 基督不会让我走向这种的绝境的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节 雅各多么的有诡计 为了成功什么都能做 导致自己要面临死亡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员工 都要面临死亡了 就是像现在最近 好多公司倒闭了 员工就没工作了 所以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也要睁开双眼 要去有福的地方 要懂得分辨 不要以为好单位 好公司 就是好的地方 创世纪三十三章三节 昨天这个雅各还很悲屈 自己跑到最后边 不敢往前来 把自己的员工和 妻子 臣妾 儿女们放在前边 结果他一夜之间 有变化了 他彻夜祷告了 他通宵祷告了 导致他的大腿窝都不能 不能好好走路 就是一整夜他摔跤 就是做了悔改祷告 这样悔改祷告了 不再追求自己的诡计 不再追求自己的诡计 去变正直的人 有勇敢的心 能挺身而出 我们今天遇到问题 拿着信徒来到主面前的信徒们 我们也要这样拥有勇敢的心 今夜我们求上帝 给我们勇敢的心 我们做悔改祷告 直到拥有勇敢的心 这时候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自己无法有勇敢的心的 依靠我们的力量 不可能勇敢 我们找一下真言28章1节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做了一人才能像狮子一样壮胆 所以今夜我们通宵祷告 在今夜我们借着基督的血 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再通过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内心 我每当犯罪的时候 使我的内心变得坑坑洼洼 我内心成了凹凸不平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内心 这时候我能正确地看待世界 正确地看清自己 正确地看清身边的事物 这时候才是正直的 这时候才能拥有勇敢的心 因为内心是带着确信的 为什么好多人喝酒了 走路就一拐一瘸的 好端端的一个人 喝了点酒就一咬一摆 我们内心歪曲的时候 我们就走歪曲的路 因我们犯罪的时候 把内心都挖苦没了 耶利米书17章1节 我内心被挖苦了 我内心就坑坑洼洼 我无法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一切 这时候就竟捡着败坏的事情来做 这时候配不上做牧师 配不上做信徒 我们今夜都得到解决吧 今夜雅各就面临死亡 而且不仅是自己要死亡 家人还有员工财产都要面临死亡 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他得救了 我们今天也要像雅各一样 做通宵祷告 这应许就是我们需要得到的应许 我们今夜我们做彻夜的祷告 拥有勇敢的心 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我们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我们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宣明记二十七上二十六节 我们不顺从的时候就要遭受灾难咒诅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是得到祝福有奇迹发生的 不顺从的时候就会遇到灾难咒诅 今天上帝分明告诉我们了 像雅各一样通过自己的轨迹 好像挺成功的 结果一下子会被歼灭 好多有 好多人都这样的歼 好多人都这样的卑鄙 好像自己通过自己的轨迹 攒了很多财富 很成功一样 结果通过轨迹成功的 一夜之间就会被歼灭 尽管这样雅各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得救了 如果我们真实的通宵祷告了 那么我们的行为就能勇敢起来 不会再悲屈地躲在背后 反而我们会挺身而出的 这年二十八章一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一人却胆 却胆壮像狮子 阿们 恶人呢 一个人就很害怕 总会逃跑 而一人呢 像狮子一样 有胆量 雅各就这样 他昨天晚上还特别的害怕 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他突然有胆量了 勇敢了 一人 是有胆量的 像狮子一样 但胆壮 而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在这世上我们都是罪人 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而通过基督的血 我们是能成为义人的 罗马书五章九节 借着基督的血使我们成为义人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五章九节 通过基督的血使我们做义人 这时候我们能有勇敢的心 像狮子一样 像胆壮 像狮子 这时候 无论我面临什么样的窘境 要失去自己的员工了 要失去财产了 而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得救了 今夜我们也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在今夜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应许 我们一定要得到这祝福啊 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祝福 千万不要丢掉这个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一定能行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做义人的时候 我们成为义人 具有胆量 通过基督的血使我们成为义人 罗马书五章九节读一下义二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阿们 我们借着什么呢 我们靠着基督的血 使我们做义人 那么基督的血是什么呢 基督正是上帝的奥秘 哥勒西书二章二节 是上帝的奥秘 不认识上帝奥秘的人来到教会 罪也得不到赦免呀 一直都是在说谎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不认识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讲到 反而讲到会带着你去地狱了 哥勒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找一下哥勒西书二章八节吧 这真的是太遗憾了 在今夜我们能领受非常庞大的英学 正是我们面临败坏了 可能要丢掉自己的命 尽管这样上帝能拯救我们 我们今天带来的问题没有比这个问题更窘迫了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财阀 可能面临整个员工都要失业 结果得救了 避免了这样的灾难咒识 而当今好多人讲到都不通过基督的奥秘 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我们要通过这四季的悔改 揭开帕子 揭开帕子 哥勒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无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辱去 阿们 并不跟随基督 并没有跟随四季段悔改上帝的奥秘 没有基督的时候 这个讲道就都成了假的讲道了 好多人讲道 带着哲学性 用心理学角度 教育学角度来讲 再怎么讲都是假的讲道 都是属于去地狱的假的讲道 所以好多人来到教会得不到解决 为什么当今教会 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呢 我们今天领悟吧 今夜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当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而我们怀疑上帝话语的时候 会遭受灾难咒诅的 不信就是罪呀 约翰福音16章9节 我们不信的时候 就在犯罪了 罪是有灾难咒诅的 罪是有灾难咒诅跟随的 真言13章21节呀 而我们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 我们不喜欢上帝的时候 上帝也任凭我们不管了 罗马书1章28节 而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会受死刑的报应的 罗马书1章32节 我们可以随便做事 上帝也任凭我们不管了 但是我们为所不为的话 为所欲为的话 最终也会受死刑的 我们今夜顺从上帝的话语 拯救自己 拯救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财富得到保护 使仇敌变成我们的朋友 使我们的员工也都得救 我们今夜要获得这样的应许 我们今夜要得到这样的应许 要祝愿大家得到祝福 大家的儿女今天面临问题了吗 今天通过通宵祷告来得到解决吧 今天只要我们得到这个勇敢的心 希伯来说十章35节 义人像狮子一样 胆壮 有勇敢的心就能得到大的赏赐 雅各为了成功 眼里都没有哥哥曾经 而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他得到了改变 他曾经很悲屈 很卑鄙地躲在最后 躲在背后怕死 但是他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挺身而出了 有勇敢的心 面对了眼前的一切 而我们呢 今天连阿门都喊不出来 都是属于基督外边的 我们为了得到应许 我们一定要求上帝给我们勇敢的心 那么我们大家今天要跟随基督啊 我们要跟随基督呢 还是要随着自己的灾难咒诅呢 我们一定要跟随基督 拯救自己 拯救我们的儿女 也拯救我们身边的人 做爱国者 我们一定要跟随基督啊 在今夜 我们呼喊阿门 使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使我们拥有上帝的话语 神明记五章三节 这应许 这话语正是和我们 所有的人 现在存活的人 立下的约 我们今夜招出上帝的话语 一定解决问题吧 那通过上帝的奥秘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通过基督 使我们做义人呀 通过基督的血 使我们做义人 使我们拥有 勇敢的心 我朴牧师 跟大家讲太多 基督的血 四阶段悔改 而大家千万别忘了 我们犯罪 犯罪的这一瞬间 这个罪记录在哪呢 我犯罪的那一瞬间 把我自己的内心 都挖苦没了 耶利米书十七章一一节 我们来找一下 如果我们真实地 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是能遇见耶稣 去天国的 而当今我们都在假 我们都假做四阶段悔改 连阿门都不喊呢 一直都成了假的教徒 我们不能这样走向败坏的道路 我们要走向得福的道路 拯救一个家族 拯救一个企业 使员工权得救 这真的是爱国者的行为呀 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时候 这个国家也是好的 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呢 今天我们面临的处境是 一个公司要倒闭了 或者家庭要面临灭绝了吗 那么通宵祷告吧 昼夜祷告吧 直到拥有 你祷告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拥有胆量的时候 直到拥有勇敢的心为止 我们如何才能做义人 拥有勇敢的心呢 罗马书五章九节 通过基督的血呀 这是上帝的允许 通过基督的血 并不是耶稣的血 是通过基督的血 使我们做义人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才能做义人 每当我们犯罪的是 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 这个罪记录在哪儿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利美书十七章一节 以二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 用金刚钻记录的 明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和弹脚上 阿们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这个罪就记录在我的心里了 然后 初爱集记二十七章二节 上帝圣坛上有弹脚 这个脚是永远都不腐烂的 就我们的罪永远就刻在那儿了 利美书十六章十四节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利美书十六章全章 十六节十八节 大家读一下 我们的罪记录在上帝圣殿的弹脚上 要通过基督的洗净 把基督的血抹在弹脚上 洗净罪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让上帝难过了 每当我们犯罪 我这个罪就记录在我心里 同时也厌烦了上帝 让上帝难过了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饶恕 四分之一求上帝饶恕我们 就是通过基督的血洗净 记录在上帝圣殿脚上的罪 而且旧约里指 旧约里提到 要把这个血弹在弹脚上七次 而我们根本就没这样洗罪吧 我们光喊主啊 甚至在瞎喊 啊啊啊这么喊 根本就没有洗罪 认罪呀 都没有做四阶段悔改呀 就像我们要告白 我犯了这样这样的罪 使上帝难过了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 我们要告白自己的罪 一一的告白 而好多人都不悔改 光喊啊啊啊 或者是呃啊啊这么喊 都不知道喊什么呢 上帝要求我们什么 上帝说告白吧 认罪吧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呀 我们要告白自己的罪 我们告白 上帝呀 我连阿门都喊不出来 我是不是受咒诅了呢 我们要这样喊出来 告白自己的罪 而好多人 像巫术巫婆酸话的一样 在那里啊啊啊随便喊 都不知道在喊什么呢 太遗憾了 我们要照上帝指引我们的 如实地做呀 比如说我们去洗衣服 就知道这洗衣服的步骤是什么 要怎么来洗这一件衣服 一个道理呀 上帝让我们怎样做悔改祷告呢 通过基督的血来洗碎 这时候上帝就饶恕我们 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饶恕 我们得到饶恕了 我们就能活过来了 以父所说二章五节 我们通过基督的血求上帝饶恕的时候 我们就能活过来 而我们光活了 我们还是躺在地上的 这时候我们整天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 反而折磨身边的人 所以我们再通过四分之一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内心的罪 这时候上帝让我活动起来 能让我站起来了 以父所说二章六节 这就是四节段悔改呀 四分之一先认罪 我们告白 主啊我连阿门都喊不出来 我是属咒主的 求主饶恕我 就认罪呀 主啊我告白 我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呀 就这样认罪 一一地告白出来自己的心里 然后再四分之一求上帝饶恕我们 然后再四分之一洗净自己心里的罪 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 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 三天三夜做了悔改祷告 在最后一个阶段 他向上帝感谢了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就是向上帝献感谢 这时候上帝拯救了约拿 就在今夜我们要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祝愿大家在今夜得到这种奇迹的祝福 我们所有的信徒今天通过通宵祷告得到应许吧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也得到这样的应许 这是多么好的应许 我朴牧师如实做到真的能行 而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行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件衣服 我的上衣不干净了 那么我们就告诉父母 父母啊我这儿脏了求你帮我洗一洗 但是我们连话都不讲 光在那里喊啊啊啊啊啊喊 我们告白 上帝我爱说谎 我爱偷东西 我整天恨别人恨人了 主啊我又犯了淫乱罪了 我戒不了烟戒不了酒啊 我总爱犯淫乱罪啊 就这样一一告白出来 而好多人 有些人在那里喊啊啊啊 或者窝窝窝 愿是一张九节上帝让我们 把自己的罪一一的叙说出来 向上帝告白向上帝去说 如果我不认识自己的罪 那么像保罗一样多做方言祷告 哥伦德前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也是向上帝告白自己的罪 认罪的 比如说我的性格特别不好 我们的行为特别的不好 我们却不认罪 也不向上帝告白自己的 这些不好的行为和不好的性格 我们今天分辨一下自己吧 我们今天向上帝告白自己的罪 站在大家眼前的我瓢目 是跟大家告白什么 我是天下最污秽的人 淫乱罪犯的特别多 偷东西吐的也特别多 很爱说谎 整天恨别人讨厌人 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指明的罪 我们都要告白自己有这些罪 一一的认出来啊 这时候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 我们告白自己的罪的时候 上帝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以赛亚说43章25节 上帝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福的人 成了新人了 今夜我们一定要做新人 一定是能行的 上帝多么的好呀 我们今天或许也像雅各一样 创世纪32章得到了很多祝福 有很多财富 也有很多儿女 也有很多员工 我们国家有句俗话说什么 有锦衣还乡吗 锦衣还乡啊 就像很多人成功了 回到自己的家乡 雅各好像就要锦衣还乡一样 在别人看来很有财富 家族也特别大 好像很有成功 得到了很多成功 但是在上帝看来 这是必定要死啊 这是百分之百要去地狱了呀 我们以为自己成功 自己挺好的 但是在上帝看来 我们的家族就要面临灭亡了 所以上帝把以扫派给雅各 让雅各面临即将灭亡的问题 而上帝最终根本的 上帝是要拯救雅各 才给雅各这样的问题 雅各顺从就能活 雅各不顺从就要死了 我们呼唤阿门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感恩的时候就能得救 我们要领悟上帝的旨意 上帝是为了要拯救我们 给我们眼前的问题 为的是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儿孙 赐福于我们子孙千万代 我们今天呼唤阿门 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这是非常庞大的允许 上帝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那么有些信徒就讲了 既然上帝为了我 我怎么连一分钱都没有呢 我们是不是有钱了 就去搞外遇 或者去随便花钱犯罪 整天打扮自己 有理由不来教会了 整天有借口不来教会 说我太忙了 上帝是希望我们的灵魂 得到救恩 最终去天国呀 我们的财富是顺从上帝的话语 诗篇119篇56节 好多人说我顺从了呀 如果我们顺从了就会有奇迹发生的 我们连自己的财富都没有 我们的财富就是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国家的富豪 财伐们 死了之后带走了什么 什么都带不走的 世上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 唯独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是我们的财富 才是我们的财产 好多人说这个人拥有很多财富 他就是富豪 这个财富都是属于我们的上帝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 这都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才是成功啊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这都挺遗憾的 比如说今夜 大家和我也像雅各一样 在人看来我们好像很成功一样 结果在上帝看来 这必定是要去地狱了 所以上帝给我们问题 我们面临死亡的问题 我们非要遇到问题 我们才肯来到上帝面前做祷告 通宵祷告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通宵祷告 来做昼夜礼拜 相信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是能行的 这应许正是和我们现在存活的人 所立的应许 生命纪五章三节 我们通过做四季段悔改 把帕子掀开吧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您真是来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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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很感恩感谢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真是来对了 在现场听讲的信徒们 也是来对了 我们呼喊阿门 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允许 曾经雅各这么的悲剧 一夜之间就有这样的变化 有了勇敢的心 正是因为通过基督的写示 他的罪得到饶恕了 他成了义人 他就像狮子一样有胆量 照着上帝的旨意 做了四季段悔改 他就像狮子一样有胆量了 那么我们既然像狮子一样有胆量了 就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稍微有钱了 我们就很自以为是非常骄傲自满 甚至有钱了就想去参加竞选 好多人参加竞选的时候 特别装模作样 规规矩矩 行礼 但是呢 竞选失败了 或者落马了 就开始又骄傲自满了 或者被选上了也会骄傲自满 这就是恶人 雅各也一样 雅各财富这么的多 他的部下 他的员工也这么多 相信雅各一定也是很骄傲自满的 而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他成了义人 像狮子一样有胆量 结果他跑到第一 第一个跑到姨嫂面前 跪拜给姨嫂 跪拜给自己的仇敌 并不是一次 父父在地行礼 七次是完全数 七次 大家有这样的变化吗 我们内心整天觉得 哎呀 我真是迫不得已呀 我真是要忍一下 这种虚辱 迫不得已就这样 跪拜一次吧 我们存这样的心 这就不叫变化 所以当然不行了 不可能有奇迹 雅各是真心的 现征程 行礼行了七次 那么我们今夜 通宵祷告 我们的仇 我们 我的夫妻 我的另外一半 特别讨厌吗 我们回家 郑中的 很恭敬的 给他行礼 七次试一下 我们今夜这样做了 就能有奇迹发生 我们呼喊阿门 怎么可能 给自己的仇敌 敬拜 七次呢 我们真是 做了十一段悔改 领悟了就发现 这个仇敌 并不是我的仇敌 这个人反而是给我 带来祝福的 为的是使我去天国 拯救我 拯救我的家族 拯救我的财产 我们要这样领悟 要有这样的领悟啊 这是非常感恩的 创世纪 创世纪 三十三章 三节 这样胆量 有胆量了 轻虚的行礼 行了七次 然后和仇敌 抱在一起 哭了 创世纪 三十三章 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 一二 以嫂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接着 又搂着他的镜像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Amen 本来雅各斯要死的 就像大家和我 今天面临的问题 最终喜乐了 就哭了 本来以为 这个一嫂是我的仇敌 结果 他并不是我的仇敌 他是为了拯救我 给我带来祝福的 是给我带来上帝应许的 使我们去天国的 本来这个一嫂 是要杀害我的 结果我在上帝面前 做了悔改祷告 正言十六章七节 我真实 做了正直的人 这时候 上帝使我的仇敌 与我和好了 相信就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今夜 我们也要这样 彻夜的通宵祷告 就会有奇迹发生啊 相信一定是能好的 那么今天大家和我 都带着问题 来到了上帝面前 到底 什么原因让我 这样谦虚的 会败给自己的仇敌 败了七次呢 我们读一下创世纪 三十三章十节 我们领悟了 这仇敌 就是我的上帝啊 我们真实的领悟 我面对仇敌 好像就如同 面对上帝一样 这样领悟的时候 才是献出真心 真诚的 跪拜给自己的仇敌 献礼 行礼 行七次 所以假的牧者肯定做不到这些 胆量的心不是靠自己的 一定是依靠上帝的 一定是依靠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血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才能给我们胆量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 得不到胆量 我们通宵祷告 是要做悔改祷告 今夜我们做悔改祷告 拥有这允许吧 做上帝的见证人 得到允许吧 我们一定要得到允许 大家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愿 来到上帝面前呢 祝愿大家真实地 做四季段悔改 那么雅各如此谦虚 正直地恭敬地 真诚地献礼 行礼行了七次啊 那这时候是因为雅各 面对他仇敌的时候 从自己见了上帝一样 真是做了多少的悔改 祷告才能有这样的领悟呢 我们的仇敌都是 我们今天面对仇敌 都要像雅各一样 如同见了上帝一样 创世纪33章10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雅各说 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 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上帝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阿们 本来以扫是来杀害我的 而通过一夜的通宵祷告 昼夜祷告 我就有胆量了 我通过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心 我就不再有诡计了 我有胆量的心 挺身而出 跑到仇敌面前 跪拜给仇敌 行了七次礼 因为我面对我哥哥以扫 就如同来面对自己的上帝一样 我们遇到了问题 我们说 哎呀 我真是遇到了这么不好的坏人 他真是个诈骗犯 不能这样 哪怕你眼前的诈骗犯 你也要领悟 这是上帝给你派遣的 为什么上帝派了一个诈骗犯 把你的财产都夺走了呢 上帝为了让我们领悟 从祖上开始 我们的祖先 我都是这样误会的坏人 然后做悔改祷告 所以眼前的仇敌并不是仇敌 四季段悔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曾经是有诡计多端的人 走向败坏的人 天文的前书六章九节 靠自己最终都是要走向败坏的 总会遇到困难 最终导致自己的子孙三四代走向灭亡 而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灵魂 要我们去天国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派遣的 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我们平白无辜 就遇到了诈骗犯 而我们呢 没有这样的领悟 所以总会遭受灾难和咒诅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就能感谢一切的事情 看见仇敌也像看见上帝一样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感恩感谢 这首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面临绝境 面临死亡了吗 赶紧感恩感谢吧 提摩太前书六章 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 而我们并不感谢 好多人说 我绝不做四季段悔改 我还要像我自己一样 我要躲在后边 我的孩子妻子死了 大不了我就再娶一个嘛 就这样 我们现实生活中 人都是这样的 要先 就想先自己 先自己跑路 不管不顾身边的家人 大家和我都是这样的心 而怎样我们才能有变化呢 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改变 所以夫妻之间 一定是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才能拥有幸福 这幸福是上帝给的礼物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成为义人的时候 上帝才给我们幸福 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 我们一定要获得这样的祝福啊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 上帝改变我们 让我们见到仇敌 就如同见到了上帝一样 这时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感恩感谢的时候就能活 大家和我也一定要这样 今夜我们要得到拥许 会有奇迹发生的 这是非常可贵的拥许啊 那么我们真实地做到了吗 刚才行礼叩拜是真实真诚的吗 行礼七次是谦虚的吗 还是说在那里装模作样的作秀 说我迫不得已的跪一次得了 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一十二 就我们读一下一二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上帝恩待我 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收下了 姨嫂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 我在你前头走 阿妹 本来姨嫂是要来杀害雅各的 结果姨嫂帮了雅各 因为雅各感谢了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了 那么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 也要如同见了上帝一样 然后感恩感谢 而我们却不感恩 就比如说我们发射一个导弹 有顺序 有四个步骤的话 这个四个步骤都要完整地执行 才能发射这个导弹 而我们呢 不完整地执行 就比如说跑一百米 跑到九十九米就再跑了 那这没有到终点呀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要完整地做 约纳说二章九节 我们找一下 不感谢的时候 不会有奇迹的 感恩感谢了 才是完整地做四季段悔改的 我真实地遇见上帝了 真是拯救了我 拯救了我的家庭 使我的财富也得到了保护 使我的员工也得到了保护 我怎么还不感恩感谢呢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我们悔改喜醉 悔改到第三个阶段 那最后一个阶段 四季段 是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有奇迹发生 约纳说二章一到八节 约纳在于肚子里三天三夜 做了悔改祷告 使他活过来 使他站起来了 然后在第九节 约纳感恩感谢的时候 约纳都没有钱的 当时他就向上帝许愿了 圣明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 而我们向上帝许的愿 自己不还的话 或者迟言了 这都是在犯罪 所以别随便许愿 一定要受圣灵的引导 圣明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 你向耶和华上帝许愿 偿还或不可延迟 不偿还 还就有罪了 但这罪我们是得不到祝福的呀 大家正确的警醒 正确的分辨呀 约纳说二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我要用感谢献给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 约纳在鱼兔子里 三天三夜 做了悔改祷告 就像基督第三天复活了 四分之一认罪 四分之求上的老鼠 四分之洗净自己的心 而不感谢的时候还没有奇迹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约纳感谢了 因为这感谢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感谢了 向耶和华感谢了 结果第十节 上帝就给他奇迹 今夜上帝也给我们行奇迹 约纳说二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纳吐在汉地上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本来是要死的 结果活了 本来要倒闭的 结果活了 得救了 今夜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相信我们的儿女 今夜就能得救 我们的家族今夜能得救 我们国家今夜就能得救 得不到祝福 就要遭受灾难咒诅了 我们今夜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上帝的应许绝不带谎言 第四个四分之一就是感谢 第一个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通过律法书使我们认罪 第二个四分之一求上帝饶恕 尼西米记九章提到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要先做悔改祷告 先做四阶段悔改 藐视上帝的话语都是法利塞人文士 要受咒诅的 我们行恶过分的时候都活不到 自己的命就死了 传道书七章十七节 妨碍上帝话语的人都会灭绝的 像亚玛利人一样 像亚玛利人被灭绝一样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上帝定下的 所以今夜我们如实的做吧 今夜就有奇迹发生了 就愿大家都得到这样的祝福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问题 都得到解决吧 疾病都能得到医治 我们的事业都会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头脑也变得聪明 今夜我们悔改吧 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 上帝都知道 我们做了悔改就能得到祝福 藐视上帝的话语就要遭受灾难了 就两条路其中一条了 我们要走向得福的道路吧 一定要走向得福的道路 大家现在还属于基督外边吗 今夜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顺从吧 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家庭 我们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是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我们的财富能得到保护 我们的员工也能得到保护 而且使我们的仇敌也变成朋友 仇敌反而帮助我 为我引导路 我们呼唤阿门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面临紧迫急迫的问题的时候 就要来参加昼夜祷告 上帝有时候不让我们入睡 说明上帝在提醒我们 你可能不知道没有觉悟 但是你即将要面临灾难咒诅 所以今夜你要昼夜祷告 所以上帝不让我入睡 而这时候我们往往想 硬着头皮要睡下去 甚至有人还去吃安眠药 说一定要睡好 别这样要领悟我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 我们家人我们家庭面对的灾难咒诅上帝都知道 上帝告诉我们提醒我们 所以通过昼夜祷告让我们来抵挡住一切的灾难咒诅 祝愿大家通过通宵祷告 来抵挡住一切的灾难咒诅 得到祝福啊 我们呼喊阿门啊 我们大家今天都像约雅各一样 曾经只求自己的利益 有诡计 诡计多端 非常骄傲自满 而我们曾经这么骄傲自满 今天会拜在地上 向仇敌行礼 正是基督的血四季段悔改改变了我们 面对这么可怕的仇敌 就如同像面对上帝一样 正是因为我们领悟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领悟这一些都是上帝派遣的 所以我们就能真实的爱仇敌了 上帝要求我们爱仇敌 爱仇敌的时候 才是拥有信心的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当今好多人受信 结果都不爱仇敌 好端端的一个人还去随便去恨我 所以都成了假的教徒 我们要告白我们没有仇敌 曾经我们也像雅各一样 或者今天我们也像雅各一样 做坏事了 抢了别人的财富 犯了该受死刑的罪 但是我们悔改的话 就能得到熬树 我们悔改了就能得到熬树 悔改了就会越来越好 不会有仇敌的 祝愿大家今天做四季段悔改 得到这样的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要做四季段悔改 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们静静的把手放在胸口 我今夜面临什么样急迫的问题 我和谁关系不好了吗 我遇到什么样的绝望了吗 今夜我们彻夜地做祷告 像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做了悔改祷告一样 今夜我们也彻夜地做四季段悔改 献出生命来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见到仇敌 如同见到上帝了一样 能跪拜在自己仇敌面前 谦虚降悲自己 这时候才有奇迹发生 生命纪八章一到三节 我们遇到问题 为的是让我们谦虚下来 而我们总心怀二意 不愿意降悲自己 不愿意谦虚 我的事业不顺利吗 说明我还不谦虚呢 为什么上帝希望我们谦虚呢 马太平十八章四节 像小朋友一样 这是谦虚降悲自己 才能去天国 祝愿大家做悔改祷告 谦虚下来降悲自己 看到自己的仇敌 如同看到上帝一样 做悔改祷告 跪拜在仇敌面前 提督书一章十五节 我的心正直了 我的眼睛才会正确地看待 这一切 我们没有仇敌的 凡事我们都要感恩感谢 面临仇敌 面对仇敌的时候 我们要做细节的悔改 感恩感谢 大家家庭 面临问题 丈夫的事业不顺利 儿女很难过吗 真实地做悔改祷告 昼夜祷告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能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允许 一夜的昼夜祷告还不够吗 马可书八章二十四节 那么去做两天的昼夜祷告 或者再做三天的 直到得到应许为止 我真实地正直了 这时候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吧 上帝只听一人的祷告 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 如同面对上帝一样 这样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相信我们的祷告 蒙上帝的允许 我们国家和民族要得救啊 这么寒冷的冬天 好多人在外边找工作 或者失职了 离职了 没有地方回家 在家里 妻子带着儿女们 等着丈夫回家 好多丈夫在绝望中 找不到工作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爱人如己 这样的处境 就是我们的处境了 爱人如己才是上帝的信徒啊 爱人如己的人 才能得到救恩 马太坟十九章十七节 我们在座的各位 现在都带着什么样的心理呢 以为我现在没什么问题 就挺好的嘛 千万别这么想 上帝的应许 是要拯救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眼前会遇到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 祷告的时候 别人的处境 当做自己的处境 来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 抵挡一切的灾难咒诅 我们真实的这样 做悔改祷告吧 过为人的生活吧 上帝希望我们 所有人得救啊 唯独上帝指引 唯独上帝指引我们活路啊 今夜大家和我 拥有上帝 给我们的允许吧 为这个国家和民族 祷告 为我们的邻居 为我们的身边的人 祷告 这时候才是爱国呀 我们一起来 呼喊主啊三次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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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全能的父 我父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了呢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呀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求我父为我们解决 求我父为我们解决 求我父赐予我们应许 求我父使我们拥有您的应许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看见自己的仇敌的时候 如同面对上帝一样 使我们感恩感谢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奇迹 正是在今夜昼夜祷告的时候 通过基督的血 使我们做义人 使我们通过基督的奥秘 掀开帕子 使我们得到祝福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父您全监察者 查看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